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家狩猎虽然年年举办 这却是娘亲第一次参加 还得多亏了她这个公主身份 还没到猎场娘亲就很兴奋 对爹爹道 听说那猎场什么野兽都有 有狮子啊 老虎啊 熊瞎子啊 待会真要去大宝眼福了 爹爹笑道 就你这小身板 也不怕没猎着野兽 反而被野兽给一口吞了 娘亲哼道 我才不会呢 我下爷剑树抄群 马树也抄群 那些野兽不能把我怎么着 到了猎场 皇帝自然是这次狩猎的发起人 他瞧着站在台下的一干皇室贵族子弟道 今年还是老规矩 谁拔得头筹就有重赏 娘亲笑嘻嘻问道 皇兄 要赏什么呀 皇帝对站在他边上的爹爹笑道 还就是你这个小娘子 胆子大 还敢直接问朕赏什么 这样吧 既然今下都开口问了 那朕也不好意思小气了 若今日谁拔了头筹 朕就赏他免死金牌一块 免死金牌 只要拥有他 以后不管犯了任何大罪都可以赦免 这一项是立下超级大功才能拥有的赏赐 皇帝一说完 下面的皇室贵族子弟们眼睛都亮了 纷纷跃跃欲试 恨不得马上奔赴猎场 皇帝说完对爹爹道 陆青 今年你就不用守在镇身边了 你也一同去参加狩猎吧 爹爹忙道 万万使不得 微臣的使命就是保护陛下安全 万万不能善离职守 皇帝大笑道 得了吧 你的小娘子都要去参加狩猎了 你还有心思保护阵 去吧 娘亲在下面对着爹爹眨眨眼睛 爹爹意识一笑 变成了皇帝的美意 这开始狩猎了 自然是爹爹和娘亲一组 谢霄叔叔和紫燕郡主也打马过来道 路易 今日我可不会让你 我们一决高下 看看谁能拔得头筹 得到那块免死金牌 爹爹还没回话 娘亲就伴着鬼脸道 谢圆圆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待会别只猎山鸡野兔 我和我夫君可是要去猎大老虎的 谢霄叔叔哼道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既已决定比赛 就不再废话 爹爹和娘亲已经打着马在青山绿水中奔驰 娘亲对爹爹道 夫君 咱们一定要猎一只大老虎 给谢圆圆瞧瞧 爹爹一笑道 好啊 若是能遇到老虎 就给你做成两顶帽子 爹爹的剑术非常厉害 一路上野兔野鸡 不知道被他猎了多少 但爹爹对猎杀到这些小动物并不满意 仍是继续往深山里赶 看架时 是真的想去猎老虎了 忽然 随着马蹄的踢踏声 果真闻一声 虎啸传来 爹爹眼睛一亮 喊了一声架 开始朝那虎啸方向 侧马狂奔过去 再终于发现老虎的踪迹 刚刚胆子还很大的娘亲 开始一颗小心肝紧张地扑通乱跳时 毕竟她方才是吹牛的 谁看到老虎不会怕呢 爹爹却将马停下 沉脚一勾 眸中闪过隐藏不住的兴奋之意 竟难得地遇到了虎狼相争 娘亲顺着她的视线一看 果然看到了一头高壮如牛的吊金白鹅大虎 而在她的另一侧 还有一头体型丝毫不逊色于她的 毛发浑身雪白的狼 两只实力相当的猛兽 各自站在一块巨石上 四目凛凛地对峙着 恐怕下一秒就要一跃而起 咬断对方的脖子 爹爹压低声音道 能长到这种体型的 定是狼王无异 只不过狼是群居动物 这头狼王怎么偏偏还落了单 第82集 今夏 寿京队鹿一头怀送报 鹿阎王表示甚好 爹爹和娘亲一起参加皇家狩猎 本来是想撞撞运气 看看能不能猎到老虎 没想到运气比他们想象中还好 直接看到了虎狼相争的场景 娘亲胆子再大也紧张起来 抓着爹爹的手都冒了汗 夫君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他们一个是森林之王 一个是狼王 万一我们被他们发现了 直接转移目标到我们身上来就不好了 爹爹一笑道 本以为能猎到老虎已是大运气 想不到还能加一头狼王 这下那谢霄不认输也不行了 娘亲没想到爹爹这个时候还惦记着和谢霄叔叔的比赛 听着这近在咫尺的一虎一狼的嘀嘀的咆哮声 娘亲坐在马上都觉得自己的腿在发抖 终于 那头掉金白鹅大虎咆哮了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 敏捷的一跃而起 率先对狼王发动了进攻 狼王浑身血白毛发力起 竟没能躲开老虎的这一进攻 虽然保住了脖子 但身上被老虎的力爪用力一抓 顿时鲜血淋漓 把那一身血白尽数染红 爹爹拖着下巴 一边观察一边皱眉道 虽说老虎确实要比狼凶猛些 但这毕竟是头狼王 按理说不应该如此不济 娘亲看那老虎浑身黑黄相间的花纹 浑身散发着凌凌烈的气息 一看就让人不寒而栗 而那狼王虽然处在生死搏斗中 神态完全不似老虎那般凶狠 还有些安详 加上浑身血白的毛发 竟仿佛是这山中的守护精灵一般 看到这样的狼王 娘亲都忍不住心生静一倒 夫君 你帮一帮那狼王 他流了好多血 爹爹还没回话 却见那斑斓 大虎在第一次进攻成功之后 又很快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他是直接咬住了狼王的脖子 狼王的整个身子都被他的大力甩了出去 却是如一团白球一般不受控制地一直往下滚 原来这下面还是一个山坡 那狼王直接被甩到了山坡下面 老虎又咆哮了一声 准备也到山坡下继续去追寻自己的猎物 谁知 步子还未迈开 整个庞大的身子就软了下去 爹爹摸了摸手上的剑 好了 可以去把这老虎和狼都抬回去了 娘亲看那老虎怕在那一动不动 确定他真的被爹爹一箭射死了 才放心地跳下马走了过去 尽管已经死了 但娘亲看到这老虎额头上一个大大的王字形白斑 粗壮的四肢如钢鞭一般粗长的尾巴 还是会心生畏惧 他看了一眼山坡下面 叹息道 夫君 这山坡又高又抖 那狼王肯定已经死了 爹爹也走了过来 往山坡下面看了一眼 再伸手摸了摸那老虎的毛发 无妨 既是山中的王者 让他以天地为目 也是对他的尊重 娘亲点点头 呼的他 听到边上传来一声微弱的嗷呜声 他吓得跳起来 以为这老虎诈尸了 谁想他这一跳镜直接跳到爹爹的怀里 爹爹顺势搂住了他 柔声安慰道 别怕 这不是老虎的声音 娘亲惊魂未定 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现在的状态 是双手死死地搂着爹爹的脖子 双腿还缠在他的腰间 如此不雅动作 还是自己主动扑过去的 娘亲脸一红 忙从爹爹怀里跳下来 却听爹爹又低声道 不好 那狼王爬上来了 娘亲又惊呼一声 再次主动扑了过去 爹爹搂住他的腰 滴滴笑道 娘子 想不到你比方才的虎狼 还要生猛 为父我可有些消受不住 娘亲回头一看 哪里有什么狼王 知道他是故意在耍他 干脆在他膝盖上踹上一脚 但爹爹这次 却灵活地躲过了他 他还得意地笑道 都老夫老妻了 娘子还这般害羞 娘亲瞪了他一眼道 什么老夫老妻 小爷我还年轻着呢 爹爹不再跟娘亲闹了 他将那老虎的尸体搬开 看了一眼道 难怪那狼王在对抗这只老虎时 如此不济 原来是一头刚生产完的母狼 娘亲走过去一看 在一个草堆里 果然趴着一只年幼的小狼仔 他同那狼王一样 都是雪白毛发 只是额心处有一撮艳红色的毛 就仿佛是在冰雪中燃烧着的一团火焰 因他刚生下来 看他的个头也只跟一只小猫咪一般大 软软地趴在那 还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就这样看着娘亲 娘亲想不到凶狠的狼 在幼年时期长得这般软萌可爱 方才那狼王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才不顾产后的虚弱 跟那头老虎搏斗的 娘亲一下动了侧隐之心 弯腰下去把这小狼仔从怀里抱起来 小狼仔倒是温顺得很 乖乖地任它抱着 还伸出小舌头 在娘亲身上舔了一下 爹爹一脸好笑道 听说动物出生后 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生物 就会任它为母 这小狼仔对你这般亲密 不会把你当成它的娘了吧